下载之前 也许再来看删除 因为呢 这边有这么多啦 可是我总要把旧的删掉 那如果我希望怎么样 干脆帮我删掉只剩一个就好了 其他都删掉 只留最后一个 那程式该如何撰写 其实在云端上也有啦 那这个你们也可以参考一下 这边在批示新增之后 再来就批示删除 这边 那删除的话也是一样 我讲过反向删除 所以如果说我今天需要的 写一个好了 我们从头一步一步来好了 也许第一个 我先插入一个sub 这个sub的名称呢 叫做什么呢 叫做删除就工作标 名称 那一定有个头啦 有个尾 那中间的话呢 我们写法就是forI 特别说要 一样啦 你也可以用I啦 等于什么呢 最后那一个 我讲过啦 跟那个删除列很像 删除列是从下面往上删 那如果说你今天删除工作表的话 我是建议你也是从什么 从后面往前删会比较好 为什么 因为如果你一个一个删 你会发现它本来在第一个 你删掉之后 它第二个会串位 第二个变成第一个了 所以呢 它的顺序会乱掉 但是呢 如果你今天是从最后一个删的话 你会发现喔 你删掉最后一个之后的话 反正呢 你就往前删 它的顺序不会乱 所以概念喔 只要删除 你可能就要想到 反向删 可是要怎么反向删 这个地方的话 第一个 我们需要知道什么了 forI等于 最后那一个 那最后那一个 我怎么知道 工作表有几个 刚刚好像有提到 有没有 如果你想知道呢 工作表里面有几个 你可以用 去此点 什么 一个 叫什么 抗扯 这个属性 去的点抗呢 指的是呢 这个工作部 总共有几个工作表 OK 应该了解吧 反正我不管 反正我刚刚新增了 16个吧 前面本来有3个 所以就有19 它反完 就告诉你19个 如果你又多一个 它又抗扯 反正抗扯就帮你算完 然后到第几个呢 也许删掉 到第二个就好了 那第一个保留 不能删完 它没有工夫 不行 第一个不能删 OK Next 再来的话呢 一样 记得反向的话 记得要多谱一下 step-1 这个同学最容易漏掉 这个如果没有 加这个的话 它只会删掉 最后一个就停了 因为它会一直往 往多的 不会变少的 好 那再来的话 怎么删呢 其实非常简单 如果你要删除哪一个的话 一样用序词 刚刚Rose嘛 那后面刚刚第几个 我就第A一个好了 所以最后那一个 假设是19 它就序词第19个 怎么样呢 删除是什么 点什么呢 一样嘛 有没有 好 写完了 接下来呢 我们来试一下看看 它会按照我们的方 我们要的一个一个帮我把它删掉 我看 因为这边这个先 这个多的先删掉好了 这样才可以看到 我们总共 把它假设18个好了 那我们就来看一下呢 假设我今天要删的话 F8 然后所以你会发现 序点抗 它会帮我18个 到第二个呢 step-1 那现在就把第18个删掉 所以理论上执行这一行的话 这是18 它会怎么样呢 帮我把第16个删掉 所以按一个8试一下 OK 但是它会跳什么呢 这个 要不要删除 要 一定要 不然的话怎么删 OK 第16个删掉了 然后NAS 再来的话呢 这个I等于是7 所以第15个会被删掉 Delete 它会问 要不要删 要 会有个问题 什么问题 各位有没有发现 这个东西很烦 它会怎么样 一直跳出来 一直跳出来 也就是如果你今天 有100个工作表 你要删100个的话 它会跳100次 那你必须怎么 一直按删除 所以特别注意哦 删除里面 还会需要注意一点 就是说怎么样 假如说你不希望 让那个东西 一直跳出来 问你的话 你可能需要 把那个东西关掉 那把那个东西关掉的话 由谁管理呢 其实就由Excel管理 Excel那个物件的话 前面我们有没有写过 一个叫Application Application 指的是应用 指的是Excel 店 之前有个什么 Screen Updating 画面更新 不过这里的话 因为那个东西 叫做Alent Alent 那那个Alent 如果不显示的话 你就是打一个 Displace D-I-S 那你打一个D-I-S 之后的话 这边有名叫 Displace Alence Alence 就是刚刚那个东西 Alence 它叫Alence 小小的方块 那如果你要把它关掉的话呢 就等于什么 等于False 所以你会发现 跟之前那个Screen Updating 关掉的方法一模一样 但是请记得 在跑完回圈之后 请记得 务必要把它 再打开 等于什么 等于True OK 好 这样的话呢 我先把它停掉好了 我们重新再来过 那刚刚会一直跳 现在会不会跳呢 我们来试一下 Delete 最后一个 第四四个 往我删掉 你会发现 它不会跳了 这样的话 感觉蛮好的 不然的话 它一直跳这个 感觉就很头痛 OK 好 最后记得把它除 再打开 不然以后 别的地方 应该要跳那个东西 它就不跳了 不跳的话 可能你就看不到 讯息提示了 OK 好 所以我们如果 新增 有没有 再删除 这样的话 就会有一个连续 可以增加 也可以减少 但是呢 现在还缺一个东西 新增的时候呢 顺便下载 可是新增 怎么顺便下载 关键就是 你新增完之后 要去下载 那下载那一段程式 码在哪里呢 在上面这里 WIS到ENDWIS 所以理论上 大概方法一 把这一段 复制 贴到那边去 复制 有没有 WIS到ENDWIS 这是之前我们 录制的句集 贴到这边来 不过如果你担心 你不知道贴什么 你可以加一个注解 这边叫什么 叫做 大乐透下载程式 好了 然后把它贴上哦 贴上记得贴到这边 贴上 好 直接贴上 好 但是缩排可能要先处理一下 习惯上呢 这一段 这一段哦 因为呢 它是在NAS里面 所以呢 记得把它 悬起来按一个TAB 下一阶 让它知道说 哦 这个是在FOR回圈里面 第一个 第二个的话呢 请你把这个 没有 因为你不可 不能说 你下载一个 第一个 配取 也是一 下载第二个 也是一 下载第二个 变二了吧 再变三嘛 所以其实哦 很简单啊 贴上之后 怎么样 把这个改成什么 改成I就好了 还记得怎么做吧 一 找到这个变数 二 双一号双一号 移到中间 end end 再移到中间 把它改成I 然后空白 搞定了 OK 程式就写完了啦 就这样而已 应该可以懂那个意思吧 新增一个之后 然后呢 就帮我把资料 放进去 放进去完之后呢 就换下一个 所以哦 其实 不过就是怕说 因为你贴上之后啊 贴很多 然后你混在里面 到时候头会很痛 因为 越看越觉得 很复杂 所以哦 有的时候前面再加一个 这个注解啦 至少让你知道 这一段到这一段 或者你如果担心的话 你甚至可以在下面 再怎么样 在end 下面 再增加一个注解 这一行 然后呢 跟他讲说 这边 开始到这边 就是我们录制的 这样也可以啦 反正你就做一个mark啦 自己知道一下 然后改了哪个地方呢 改了这个地方 再来就测试一下 测试的方法 一 先把旧的资料 先删掉 所以删除了 剩下一个 再来的话呢 就是新增 就是for ID 第一个 所以我先新增一个 然后改成叫一 然后呢 就去下载 下载什么呢 下载第一个 OK 下载了 然后呢 换下一个 所以下一个的话呢 又增加第二个了 所以一时二一推 知情 有没有发现 全部都OK了 看一下 没错 都下载了 但是呢 他还缺 剖析 有没有 还缺 就把它剖析 所以其实很简单 你底下再加一个 call 资料 剖析 他就剖析了 这应该可以理解 我在做什么 所以 这边的话 请各位试一下 就是 刚刚呢 主要 我们是先 删除工作表 然后呢 再到 这个下面这边 把它贴上什么 贴上我们那一段 OK 所以请各位试一下 这地方 这边我再增加 注解一下 贴一下就好了 改一下 画面先还给各位试一下